各位斯坦小姐, 大家的Good Eve 份令 時間來到9月4日, 星期三 亦是我們雲南團隊之間的第二天 今天我們會正式上山, 前往大里市 大里市亦叫做風花雪絕 到底這個地方有什麼出名? 吸引到那麼多武俠小說的謎, 我們馬上去片 全形使用好部手機和展英美圖授製作 今次要挑戰的旅行社是 嶺華旅遊社, 雲南六天純幻團 接上回, 上午我們講到第一天 由香港直接飛來昆明這邊 然後我們走過金馬碧雞坊 然後我們回酒店 昨晚所住的酒店叫做高原明珠雙橋店 晚上有很多夜市可以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逛街 我們酒店的早餐是位於扶一樓 由6點半開始就可以吃 早餐來說, 正正上上 好的話就不算 叫差的話也不算 最好吃的話, 當然是那杯豆漿 是永和牌子的豆漿 非常有豆味的豆漿 超級正 我們今早是7點半正式出發 正式上山 為什麼叫上山呢? 因為我們在昆明的海拔大約是1700多 去到大里是2000多 去到荔江湖是3000多 中間來說, 我們會停個服務區 因為現在大陸有一個政策 你司機開車夠3個小時 就必須要強制休息20分鐘 我們休息的地方叫做恐龍谷 我們到達大里市的時間 大概是12點半小時 我們先吃了下午再出發 吃的是鞋燒魚 這邊也算是挺有名的淡水魚 我們每一圍都有10個熟 不錯 然後我們就正式出發去遊覽區 首先我們玩的是聖托里尼 沒錯, 又見到聖托里尼 這個地方今年第三次來了 要想成佛之前 必須要到過難關 我們去聖托里尼之前 必須要經過暴行街 這個暴行街 真的是國際機場公廁 什麼都有 這個是雲南的火心果 然後這些蠔蠔蠔之類 這裡真的什麼都有 然後大家看看這是什麼水果 我都不知道怎樣形容它 反正來說 我晚聖節送給朋友是一流 有看到我的小朋友知道 每次我高地聖托里尼 都會為大家找出最佳的拍攝位置 上次來說 就去到最高的酒店 這次走哪裡呢 慢慢看看 原來這條路叫做鮮花大道 難怪這麼多鮮花 我現在才知道叫做鮮花大道 這時候猜不到有薰衣草 我記得上一段時間沒有 但這段時間竟然是有薰衣草 是一大片薰衣草 我真的猜不到 因為上次來沒有 要到4月或5月那段 看到是有 另外這邊我們遊客 全部走到的景點 全部都是免費的 正常來說 我一打卡都不會太漂亮 因為全部最漂亮的打卡位 都是別人的酒店 或者是咖啡店 我今次要挑戰的 就是這個 有個熱氣球 有些氣球放在外面的位置 因為我覺得它是非常漂亮 吸引到我的打卡 這間店叫做香網咖啡 裡面的消費貴不貴 拍給大家看 果盤加咖啡加點心是78元 如果果盤加咖啡的話 是68元 我覺得這些錢不可以省 因為這個地方很漂亮 一定要付錢消費 才可以拍到這麼漂亮的畫面 它的電話裝飾也是很漂亮 所以要帶你兩個字 這間店最主要打卡是兩個位置 第一個就是這個千秋 白色花隊的千秋 非常有這個異景 另外一個就是戒指環 兩個環 大家可以上去上面打卡 大前提 要點了食物 我今次點的是果盤加咖啡 68元 我們看看我們一號選手的參賽作品 通常這些打卡位 都是年輕的為主 所以你說 年輕的全部都在這裡 我當然不會收拾 我點的果盤是68元 有少許水果 加一杯咖啡 最重要是後面風景很漂亮 這些位置全部都要消費 才可以進來打卡 我們的遊覽時間是2時 放到3時 在這個位置吃下午茶 然後看看人家如何拍照打卡 整個熱情不錯 特別是這個角度 叫偷拍角度 拍出來也不錯 看完一號選手的作品 看看二號參賽事 也是一號選手的朋友 大家覺得二號選手如何 麻煩在留言區告訴我 一號贏還是二號贏 這位是我們的3號選手 3號選手來說 選擇坐在這裡 享受一下自己就可以了 這個果盤來說 感覺上不夠我上次那間好吃 如果你說不消費的話 你有沒有看到 他的牆去到你心口 拍出來哪裡好看 所以這些地方一定要消費才好玩 我們今次要挑戰那個 叫做向往咖啡的上面那層 也是另一個打卡位 上面來說 我會找一個專業的攝影書 幫助你 裡面的消費是100元15張照片 如果你說你要找我拍照 我的消費會更貴 我會收你200元10張照片 你說多不多相片是沒有影響的 最重要我自己來說 是重質不重量的 你明白嗎 上面拍出來就是這樣的效果 這位就是我們4號參賽者 大家覺得 今天是哪位參賽者勝出 麻煩在評論區告訴我 整個聖托里尼有很多打卡位 但全部都要消費 他這個景區還在擴建 換言之他的打卡位置會越來越多 所以我下屯來也有一個新的地方去 可能11月份 我Q了團過來 然後再去拍照打卡位 為大家看更多聖托里尼的打卡位 原來有一個位置也是打卡位 但平時忽略了 就是位於停車場的旁邊 看到嗎 這隻是瘋狂 非常漂亮 為什麼我們會坐上高爾夫球車 原來我們已經要去下個景點 下個景點去哪裡 就是甘梳島 沒錯 這個島是由聖托里尼拍出來的島 我們是要搭船過去的 這個擺到船 大概是3分鐘的時間 我們就會過到船的對岸 由他這個位置可以一壓摩擦 整個聖托里尼有多大 看看11月份 看看公司有沒有這個資源 住在聖托里尼裡面 畢竟11月是個淡鬼 上到這個甘梳島 你說上面看什麼 最主要是八做人家的建築 看到他家裡有多少塊炎縫 就等於他家裡的勢力去到多厲害 這個我是做官的 看到有超多塊炎縫 除了看這個炎縫 還可以看這個家裡的龍縫 龍縫是什麼意思 龍在上 鳳在下 證明家裡是男人作主 女人是似之 然後第一個小朋友 如果是男士的話 就會是雕龍 如果是女士的話 就會是雕鳳 看完他們的家裡 就會參觀魚鷹捕魚 看到嗎? 又在搶食 那些魚仔 魚仔要餵魚鷹 是10元兩條的 這個消費都可以 合理 參觀後 在家裡之後 我們會繼續向島的中心進化 就去到這個打卡位 看到嗎? 非常漂亮的一幅畫面 另外我還可以打卡 這個風花雪魚這部牆壁 在這邊來說 如果你要小相片 是不需要錢的 大相片就是20元一張 然後我們就會進去龍宮 龍宮這個地方 我都覺得非常漂亮 很浪漫 你這麼多次混雲 龍宮這個地方 真是白寒不艷 最主要是它的燈光配合得非常好 不會太過殘暗 也不會太過暗 加上它的背景音樂 感覺上整件事好像外太空 屬於地球 很舒服 但今天可能天氣有點潮濕 在中雨洞裡面 不停滴水 真是一條濕滑的公路 看到嗎? 這個地方是天然景 然後再加上人造的燈光 展示出來的畫面 非常漂亮 特別是這個 寫著酒字 然後旁邊的燈 五光十色 非常漂亮 然後這個水母燈 隔了幾個月 那盞燈壞了 好心就拿去整 整件事弄到九不達八 但如果你說適合這個顏色 整個效果拍出來 是非常漂亮的 這個水母燈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 十分來講 我有給九分 非常漂亮 從門口走進去 最裡面的龍宮大廳 大概五分鐘左右 就會看到月亮這個地方 月亮等於龍宮大廳 那裡會有表演 每逢兩點鐘和四點鐘 都有各有一場的表演 三點鐘那一場已經停止了 哈哈 這裡為什麼這麼多人 原來這裡已經是龍宮大廳 大家準備看表演 這個表演 叫做當地少數民族的跳舞 叫做海花舞 好像叫做海花舞 在這裡教一教大家 如何看民族服裝 如果她的頭巾是個室 證明這個女士是未結婚的 相反來說 如果她的頭巾去到腰 證明她已經結婚了 大家又死了一條心去 而且她的頭巾被風一吹 就等於風花雪月之中的風 說明是風花雪月 那花呈在哪裏 就是她的帽子 看到嗎 那頂帽子上有花 雪又在哪裏 雪也是那頂帽子 看到嗎 白色那種就等於雪 月在哪裏 月掛要他們轉面 那頂帽子是半月型 就是那個月 我們看完歌舞之後 我們去下關那裏 吃我們的海景晚餐 領華的團的餐 真的很放心 特別是雲南這條 因為我們經常去做這條線 吃到熟透了 基本上 特別是這一餐 這一餐是在大里的晚餐 吃得整個團隊之中 最豐富的那一餐 除了吃過景之外 我們的餐也是非常之正的 今天的餐15個菜 非常之多 你說我自己帶幾間女人舍 其實我感覺領華 那個團餐是吃得不錯的 它的標準是高的 可以告訴大家 相對上來說 以一個這麼便宜的價錢 4299 記住是純環團 沒有自費沒有購物 可以吃到這麼漂亮的餐 其實真的想不到 當然 你說用4299 差不多全行最低的價錢 想住國際五星級 基本上就不可能 因為純環團來的 所有東西都是實打實 但是餐吃那裏真的OK 因為我們這間餐廳的地方 就叫做在意海公園那裏 所以我們走到這個公園 看這麼漂亮的意海 然後我們就回酒店 我們酒店都住在霞關那裏 由我們餐廳出發 大概15分鐘便到 我們住的是意海龍灣架酒店 非常之美 因為它基本上所有房 都可以看到意海那裏 你說能不能看到日出 是看不到的 因為這邊四面都是橫山 你怎麼能看到日出 看不到的 想玩到這麼開心的行程 歡迎在留言區打 我所有運籃 我就會發資料給你 我是香港水果渡遊小豆子 關注我大利酒店大江南北 正啦